在学会魔术之前我相信每个人都曾幻想自己在整副牌里面变出四张A 每个魔术师爷都有属于自己的初四A版本 今天这个视频我将教各位三个简单又实用的初四A魔术 给视频点个赞我们直接发车 第一个初四A把三张A正面朝上放到整副牌的最上面 然后把一张A背面朝上放到整副牌的最上面 也就是一张背面朝上的A然后后面是三张正面朝上的A 接下来用右手的中指和拇指捏住整副牌的右上角和左下角 然后逐渐把牌往下落再落到只剩一张牌也就是最后一张A的时候 食指稍微向这张牌的右边长边用力的同时中指和拇指放开 这张牌这张牌就会弹出去的同时翻转180度落在整副牌的最上面 完成便出四张A 那如果是观众视角的看起来就是这样 第二个初四A把一张A正面朝上放到整副牌最上面 另外三张A背面朝上放到上面 然后左手小指数起来两张牌右手把这两张牌当成一张牌 像这样翻过来 关于小指数牌要双翻在我之前的这个视频里面有详细教学 在右手展示手里这张牌的同时 左手小指再次数起来一张牌并且稍微往前推一点 因为是右手展示的同时左手做这个小动作 所以这个动作是会被右手的A遮住的 接下来左手用食指把推出来的这张牌往前按 直到完全翻转180度 并且是被左手的食指这样按在整副牌的最下面 然后右手要做的动作很简单 直接把手里的两张牌像这样搓开就可以 那如果是观众视角的看起来就是这样 第三个出四A 把四张A背面朝上放到整副牌的最上面 然后把整副牌这样横着放在桌面上 用右手的拇指把最上面两张牌拨起来 然后右手把最上面两张牌和下面一半的牌往右上角抽 然后左手把剩下的牌往左下角的方向抽 然后两只手再次把手里的两叠牌拿起来 一半切到左上角和右上角的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左上角的牌跌和右下角的牌跌的最上面 各有两张A 接下来两只手同时把这两叠牌最上面的一张A拿起来 并且翻过来正面朝上放到另外两叠牌的最上面 然后两只手原路返回 再次把剩下两叠牌最上面的两张A 翻过来正面朝上放到牌跌上 完成出四A 那如果是观众视角的看起来就是这样 喜欢这三个出四A不要忘了看这视频一键三连